刮大风 下大雨或是台风来袭 都能透过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但大地震几乎毫无预兆 难以事先预防 往往酿成惨重灾情 未处板块交接带的台湾 地震活动频繁 如果能提前预测地震 势必能降低灾情死伤 而大地震前是否有机可循 中央大学刘正彦教授就曾经发现 在23年前921大地震之前 台湾上空的TEC电离层圈 电子含量密度骤降 它做了170比以上的地震 然后它都有看到这些 在地震前一天到前五天 看到这样的变化 那只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导入AI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 说自动的去侦测到这些变化 所以利用AI这个工具 我们可以去侦测 然后未来可能有机会做到 它的潜力预报 中研院地科所联合国研院 国网中心研究团队 花了三年时间成功建立出一套 AI人工智慧地震预测模型 能够在30天前预测规模 6以上的地震可能发生日 利用AI把几个跟全电子含量 有关的一些数据 进入到我们所谓双向的 深度学习的机器里面 然后预测出跟地震无关的 全电子含量 然后再利用观测资料跟这个之间的差别 比较之后找出地震前兆 这项研究也刊登在国际期刊 不过当中的关键角色 电离层全电子含量TEC到底是什么 在地球的大气层之中 距离地表大约50公里以上 存在地球的电离区域 具有反射无限电波能力 大量带电的例子也就是电离层 而在电离层里 每个单位所含有的电子浓度 也就是TEC电离层 全电子含量 数据大部分都是除了从欧洲那边来 还有NASA的资料 然后我们分析了总共20年的资料 团队分析了欧洲提供的全球2003年到2014年间 TEC数据 特惠AI深度学习模型 成功辨识出22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发生制 虽然目前对于规模较小的地震 仍有部分难以预测 但准确度已经达到78.05% 我们当然希望可以预测到空间上 可以预测到阵阳的发生地 那就需要其他的观测 比如说土壤气体 或是远红外线的这些观测 然后加入到我们这里面 我们可能以后会运用别的演算法 这套TEC AI模型 让提前预测大地震这件事不再遥不可及 未来团队期望运用中央气象局的TEC资料 并结合其他上市地震前土壤冬气浓度变化等研究 更精准多面向的掌握地震前照 争取更多预警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